火車霧點駭人全勤獎金飛了 勞動部這韓式幫你要回來 銀行軍L先生是每天早上都要搭台鐵通勤 從內力到台北上班的辛苦上班族 火車怎麼還沒來 我要遲到了 沒想到吧 L先生最大的敵人 竟然不是瞌睡蟲 而是霧點的火車 他光是4月和5月就遇上了4次台鐵霧點 讓他為了趕捲時到班 常跑到滿身汗 5月更因此嚴重遲到 要不是主管體諒他每月約2000元的全勤獎金 差點就要fail了 台鐵近來一直出待機 陷入行車異常高峰 根據統計 今年1月到4月 台鐵準點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.28% 5點更嚴重了 準點率僅93.43% 行車事故和異常等問題 今年1月到4月就發生175件 平均每天發生1.5件 比去年同期的152件多出23件 增加了15% 讓不少可憐上班族不只行程被耽誤 那錢獎金也非了 對此台鐵解釋 是因為1月到4月發生多起影響較嚴重的地震 需要巡檢路線才會造成延誤 另外為了振興花蓮觀光 加開列車 也讓路線運用緊湊 造成尖峰時段延誤 對於行車異常 比如車輛或電車線故障等問題 台鐵今年4月23號起也已砍早班夜車 增加夜間養護時間 未來也將持續推動行車安全改善 將近事故發生率 好 不過說這麼多被扣掉的圈記掌機也不會再回來了啊 欸 別弄別弄 這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勞動部1985年10月曾發過函事 勞工大車上班途中 若發生交通意外而晚到或沒到 只要不是出自於故意因素 並能提出證明 雇主就不可歸則於勞工 即遲到或礦職 錢獎金當然也不能扣啦 否則就是違反勞基法 可以向勞動局申訴 開罰雇主2萬到100萬元不等 雖然遲到那段時間的工資 雇主的確有理由不發 不過至少保住錢錢獎金不如小補囉 蘋果幻境15周年 送你百元7米券 再抽10萬現金大獎 還有2018市族冠軍賽門票 現在就下載台灣蘋果日報APP